美国的GDP70%是靠这个消费成长的 所以我觉得黄金热可能还是跟美国经济这个现状有关 从疫情以来吧 美国总共印了大约8万亿美元 那必然导致黄金的价格会持续上升 美元的走势和黄金是相反的嘛 美元越强的时候呢 其实黄金的这个价格就越低 乱死买金嘛 一旦世界上有地缘政治的危机呢 全球资金全部都涌向美国 国内的投资渠道没有 很多人去买黄金的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 怕打仗 中国人历史上还是特别喜欢黄金的一个民主 中国的央行黄金储备 那在世界上排名是第六 中共刚刚见证的时候呢 就是收缴全国的私人黄金 个人市场黄金是重罪的 人民对这种安全资产的追求 当黄金价格起来 肯定会追求败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